切看那小胖龙,双手抱起大豆油倒入铁锅,一气呵成 他师兄李老大已挑选了一盘辅料 有那千年葱姜蒜,万年老龟皮 无一不是难得一见的灵财贵宝 与那大豆油混合一起,发出自压压的声响 那李老大唯恐灵气不足 却是又挥手撒下一勺红如烈焰的干辣椒 小胖龙运足内力,全力翻炒 李老大从他的乾坤桶里挖出一大勺豆败酱添入锅中 随后又是一大勺 紧接着他快步后退,拿起桌上的一桶甜面酱 狠狠地挖了一勺,倒进锅里 令人震惊的是,他竟然直接搬起了一桶 蕴含无尽海力的蚝油,轰然倒入锅中 一时间那锅中烟雾缭绕,灵气四溢 如同那九千斤龙傲游虚空,在电闪雷鸣中翻腾不移 趁其不备,李老大咬出一瓢万兆林泉交入 那翻滚的锅中逐渐趋于平静 恰在这时,那小胖龙已招来一大盆黄河大灵里 那老李也不含糊,双手舞动 抓起两条灵里,轻轻放入锅中 这时间能同时两手抓鱼者,越不吵两人 只见那灵里在锅中有序排队 恰似中天星辰,好不美观 李老大仰天长笑 从怀中取出一瓶珍藏多年的五十三度酱香型高声道 今朝有酒,今朝醉,生活不要太疲惫 有了这仙酿入锅,那锅中躁动的灵里逐渐安静下来 缓缓吸收着那天才地宝的灵气 李老大仍放心不下 仰手寄出宗门传承至今的上午神器三环铁地 稳稳压在上方,时光如梭,日月交替 转眼就是七七四十九日 那鱼肉的香气早已春破九霄,飘摇去万万里 至此,一道让三界五行都为之锤淡三尺的麻辣黄鹤鱼 盛盘上菜